2018年Paper 2的第26題 這裡就有一條Straight Line 它就牽涉那些XY軸的 所以我們畫的時候就不如去整個XY軸都畫一畫 這條線它的X Intercept和Y Intercept都是正數來的 大約這樣畫,這條叫L1 然後有另一條線,另一條線就叫L2 跟這條線是Paper Pernicular 還有它們是有相同的Y Intercept 所以另一條線就這樣,就是Paper Pernicular 就叫L2 它就要你去找找那個Area 就是這個Area,它就想你去找的 好,那怎麼搞呢? 變成要找這幾點 也不是太高難度 這幾點,這一點先 這一點就是Paper Y等於0 Paper Y等於0,你會計到X是9 那你會計到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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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會計到012 那你會計到0 那最後呢,找到這一點 那你會計到這一點,那你會計到這一點 其實你需要去 就是L2 因為Paper Pernicular 所以我們就會Reverse 意思就是說 現在這個是4X加3Y 那你就Reverse 變成3X-4Y加C等於0 然後呢 你就放這一點下去 012放下去 我計到呢 C是48的 所以那條線就叫3X-4Y加48等於0 那現在呢,我們想找這一點 那你就Paper Y等於0 Paper Y等於0 Paper Y等於0 你會計到呢 是160 那有3點了 那面積就是底乘高除2 Sorry,這個是-160 -160 好了,面積就是底乘高除2 那底是多少呢 就是9和-16之間的difference 9和-16相差多少呢 9-16就是25 那我高呢 高就是12 高就是12 所以25乘12除2 那就是150 答滿C 了 9-160 2 2 4 4 5